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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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加州樂志 Kevin 我是Anthony 那今天呢 我們要為大家來稍微講解一下呢 現在2016年的車呢 每個車場所給的安全配備 跟之前的車子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比如說像之前我們最主要的 車子配備來的有一個ABS 哇好屌 對啊 像20年前大家在買車的時候 可能就注重車子有沒有ABS 然後過來可能就是什麼SRS 這個是安全氣囊 然後到10年前可能就變成TCS 對 防滑 然後車輛穩定 最近這兩年開始呢 有很多新的安全的配備 是車廠很注重 然後美國的交通安全局也非常注重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給Anthony考試一下 這些簡寫呢 英文的縮寫 看你知不知道什麼東西 比如說一個叫FCWS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 嗯... For Collision Warning 對 然後用一些縮寫嘛 來啦 我全部把它唸完 然後看你知道幾個 好 FCWS BSD RCTA RPAS LDWS AEB ASCC 這些東西 一頭霧水 一頭霧水 不要霧了 這什麼東西啊 那我們現在就為大家 一一的介紹這個 新車裡面現在所配備的 最新的科技到底有哪些 然後簡單的敘述一下它裡面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Keyless Entry 就是免鑰匙就可以入車 現在就可以上車了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你一走過來的時候 它這個鏡子就會打開 就表示說你已經在這個 鑰匙的那個 範圍之內 所以你只要按門把上面這個 銀色的按鍵 馬上就可以 就可以unlock 那如果你要鎖門的話 一樣鑰匙帶在身上 按一下 然後看到鏡子縮起來 然後就可以走了 車子打到後 這台車有配備 所謂360度的 這個俯瞰的環景 Eagle Eye 的這個 攝影機 所以呢 除了後面這個 標準配備的 倒車攝影機以外呢 還有一個環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後面 左右 左右 那你甚至可以選擇說 你想要看右後方 哇 還可以螢幕切換 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右後方的 地上這個視角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左後方也是一樣 或者是呢 你只要全部是 那個整個螢幕 如果倒車的時候 從你後面過去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欸你後面有東西 對不要再倒 然後在中央的螢幕上面 就會顯示 配搭配一些聲響 對 滿人性化的一個安全配備 對那其實講話 這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停車 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停到這個停車格 你看不到你有沒有在線裡面 但是你 照著這個走的話 欸 你就是在線裡面了 對 真是滿好用 準備會分兩下 一下就是 你側面的 Lane Lane Assist 跟Lane Departure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 車道便移的這方面 那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大部分是 前面的 比如說 例如跟車 或者是前面的 煞車 警示 所以就要分這裡 這台車 稍微來講的話 只要是跟 車道有關的 都直接用左邊的按鍵 就可以 就可以控制 對 那像比如說 我剛才壓到右邊的線 他就會 他就會 警示說 欸你壓到右邊的線 對 那比如說 Find Spot 跟Lane Assist 這些 Departure這些東西 在左邊這邊就可以控制 那如果你要 比較 比較高科技的 像跟車 或者是 主動煞車 這種的話 那就是要從 螢幕裡面去控制 對 那我現在大概來試一下 示範一下 那個 跟車系統的使用方式 那 跟車系統最主要 開關就是 要把Cruise 打開 要把所謂的 定速系統打開 那你設你自己想要的 那譬如說 現在雖然 大概開50而已 你可以設多一點 你可以設到60 沒有關係 那車子只要前面 如果是開50 他就是50跟著走 那你只要車子 距離拉遠 或是前面的車子 一走掉的話 那速度就會自己 上去到60 那比如說 現在這台車子 要下交到 我現在定60 但我速度才40而已 那就可以看 那等這台車一走以後呢 我們的速度就會 提升到60 那另外還有呢 這上面 所有跟車系統 其實都可以調你跟車的距離 像這樣子的話 它是三個 就表示說 它跟車的距離比較長 那你可以接近 OK 現在這台車走了以後 我的速度 我不踩油門 我速度馬上走 雖然是我定速定在60 我速度就從40 一路拉 拉到60 才自己開始 就是巡航 很聰明喔 當那個大車要下去的時候 它速度很慢的時候 車子還幫我們自己煞車 對 車子會急煞 所以你看 我現在完全沒有踩油門 也沒有踩煞車 前面有一個比較慢的車子 我如果定在 我開快一點到 好了 定65好了 那一樣 我的車稍微遠一點 對 OK 這樣子 它看到前面有車子 它就開始自動幫你 煞車了 我原本開到65 那現在因為看到前面有車子 它就反而降 降到跟前面的車子速度一樣 然後保持三個車格的車子 或者現在多調靜點一個 這樣子 OK 你看那 等於說前面的車子 現在是開大概 50左右 那我現在一換 一換到 它自己速度馬上就 又上去 又上到65 對 這個是應該上面的一個 鏡頭 去做一個偵測 這邊有一個偵測 跟我們剛才看到錢包桿 有一個雷達 黑色的雷達 對 那個就是最主要的偵測 那在美國 人家開Country Road的時候 就很方便啦 對啊 不用再像以前傳統的 上上下下 它自己調速度 對 或是你要關閉 Cancel 然後再reserve這些東西 對 基本上就是跟著前面的車子走 那我還有看過另外一種 是更厲害的 在煞車 比如說走走停停 高速走走停的時候 你只要設定了 它就跟著前面的車子走 如果完全 高速動靜止 它就停下來 那如果前面的車子 又開始走了 那就馬上跟著走 但是這台車沒有辦法 這台車如果你要走的話 你還是要自己 直接踩一下油門 它才會開始再走 對 那如果是那種 會自己走的話 那就很方便 你塞車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踩油門 踩煞車 就讓這個系統 你只要照顧翻轉盤就好 對 安全性是變成 大大加分的 對 那駕駛的 engagement就變少了 對 對 你就不用踩油門 那一車就自己走了 這樣的意思 但是這樣子其實是精裝滿多的 是 然後這也是美國的一些 insurance跟government 他們在追求的一個東西 因為現在車子真的是 越來越安全的導向 那越來越省油的導向 對 對 那另外就是 剛才有示範到的那個land departure 所以我現在如果開到旁邊去 欸 我壓到線它就嗶嗶嗶嗶 對 那你沒有打方向燈嘛 那你如果打方向燈它就不會焦 它就不會焦 因為它知道你就是要焦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現在可能比較看不到 這個旁邊的blind spot 有車過去 有車過去它燈就會亮 這其實只要是電子走下車 有配備電子走下車的車款 都會有附我那個autohull 那autohull的功能其實就是 你其實隨時都可以把這個功能打開 你把autohull打開以後呢 那你在紅綠燈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右腳完全的離開 煞車踏板 那車子就會自動幫你停在這邊 譬如說我現在 okautohull 它這一變綠燈 我就把煞車抬起來 欸 車子自己就停著了 對 那等到綠燈要走的時候 要輕輕踩一下油門 車子就會自己走 對我這種年紀大的很有幫助 腳就不會抽筋了 對 你就不用腳一直踩 踩在那個煞車檯板上面 那現在綠燈呢 我就踩一下油門 它這個autohull的前世 就變白色 從綠色就變白色 對 我們說它那個 Disengage 那如果要關掉的話 它就在手擦手後面 其實所有的autohull應該都是在 就是把它engaged的地方 相成的 對 所以在這幾年呢 新車上面其實 比較 價格高一點點的車子 其實都會有搭配這些 主動安全的科技 是 那不管是你是 現在要買車的消費者 或是你已經買了一個 有這些科技的 配備 那既然都有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 其實如果知道怎麼用 然後 上架利用它 其實會在行車方面 真的是幫助你 更安全 對更安全 然後更 更 更 可以 就是 避免這些 意外的發生 對 那基本上呢 車廠在設計這些安全的配備 主動安全 尤其像剛安東講的 主動安全 它是不希望你用到的 但是如果你萬一真的 開車五年十年 擁有這個車子的情況 的那個 呃 期限之內呢 如果你用過一次 其實說實在話 如果保命 對 命是永遠沒有辦法用錢 用金錢換回來的 那這些東西呢 可以主動幫你 像剛剛我們跟車系統 幫你跟車距減速啦 甚至幫你煞車 嗯 那沒有車的情況下 它自己走 嗯 那你後面呢 當然那些 Rio Cross Traffic Alert啊 然後Blind Spot 就是避免小插狀 對 那永遠小插狀 你從來不知道 小插狀會不會變 比較更大的一個車禍 對 那這些東西 對保險公司來講也好 對消費者來講也好 對你車子的車廠來講也好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加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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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